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可惜前面几集因为女主颜值被吐槽 导致丧失了一部分剧粉 大概从第八集左右开始 玉古瑶剧情开始展开 她的热度也开始稳步上升 等到该剧收官以后 她的后劲依旧非常大 每天引六七亿的播放量在提升 成一成心境大顶流 她今年带来的作品是《莲花楼》 这部剧和玉古瑶状况其实有点相似 一开始她也是热度比较平 直到第二十集左右 随着案件越来越精彩 她的口碑便慢慢提升了 越来越多人开始加入追剧大军 等到她收官的时候 她的平台热度也成功破万 这部剧看完大结局后 很多人都已难评 于是一个接着一个梦幻结局出现 后劲十足 还有四小流量声分别是王鹤迪 魏大勋 邓维 谭剑次上榜 这几个人今年确实也都很不错 流量都很大 王鹤迪是凭借去年的东方青苍爆红 今年暑期档虽然没有作品 但流量一直高居不下 魏大勋则真的没有想到 她居然凭借一个戏份不多的特别出演 直接进入了顶流行列 甚至她入圈这么久 颜值第一次得到这么多人的认可 真的是一个奇男子 在我的人间烟火之前 只觉得她是搞笑男 现在怎么看怎么帅 邓维则是今年新晋的流量小生 她彻底摆脱了带爆咖的称号 如今她凭借图山井这个角色 全粉超过百万 我粉数量急增 她的资源后续应该会有一个大的改变 男主剧要来了 还有谭剑次 她则是凭借向柳再次出拳 这个角色属于一眼惊艳的类型 她太适合引发了 她的演技也备受好评 看好她的未来发展 古装局密集排档 竞争激烈的暑期档器 长相思评借口人新闲的故事情节 立体而不落俗套的角色刻画 十分吸睛表现 成绩单在同期剧集中取得领先优势 作为长相思的特别出演 谭剑次饰演的九名向柳 可以说是剧中非常重要的亮色 她冷酷帅气 但也包容深情 与昊玲王姬小妖的情感线更多 她打破了平淡的旧幕我剧的框架 以极端的固而审美之击人心 不知不觉中 谭剑次再次以不拘逆于固顶流派的高品质作品 和充满活力的表演吸引了无数粉丝 进一步刷新了她的好口碑和国民文凭 九名向柳多维度出现在圈内 谭剑次迎来人气爆发期 数据是衡量一步去受欢迎与否最直观的工具 在大制作 大IP奇剧 内部介入严重的暑期档 长相思以优质内容精准满足了观众对剧集的需求 人气势不可挡 陈陈获得同期第一名 剧集的火爆 离不开演员们的互补成就 可以说 长相思中的每一对CP都充满了火花 张力十足 其中 谭剑次饰演的向柳与女主角之间的气氛尤为浓厚 让剧民们十分敬佩 也成为了该局用户粘性的主要来源 这种积极的反馈得益于谭剑次轻松自然的演技 和细腻准确的人物刻画 向柳国英KG角色自上线以来 新媒体指数不断提升 8月10日后稳定在9 以上 在被视为舆论枢纽的微博上 剧集播出后 有关谭剑次和向柳的讨论不断发酵 主话题谭剑次要明月读量达65.1亿次 内容主要围绕人物设计 剧情和演技细节 网友们用放大净一帧一帧的批评演员的表现力 这无意表明了大家对谭剑次业务能力的认可 以及对角色的喜爱 与此同时 角色在娱乐圈的出现 也带动了演员的人气 直线上升 长相思播出一个月后 谭剑次微博比播出前一个月 新增粉丝257万 从169000家增加了1422% 同期 微信指数和百度指数 也呈现出艺术家的领先趋势 而且 在年轻人中极其活跃的抖音 快手以及小红书上 与谭剑次 向柳相关的内容也层出不穷 抖音平台上主话题向柳浏览量超过32一次 达到年度TAT3 快手平台上 谭剑次邀命两个话题的评论浏览量超过54一次 在小红书上 与向柳独奏相关的发表笔记数量超过34万条 经历了向柳在全平台掀起的吸粉狂潮后 谭剑次自己的受众群体再次扩大 不仅成功俘获了低线市场的用户 郭敏的支持度也大幅提升 人物设计美丽 坚强 悲壮饱满立体 敏感演技直击人心 一部剧想要在观众心中立足 优秀的人物角色是必不可少的 长相思每一位角色都没有陷入工具化的陷阱 他的认知度和人格魅力也从未出格 其中 谭剑次饰演的向柳 虽然不是女主角小妖的官方搭档 但以其完整的故事情节和复杂的人物 忽现赢得了观众最多的悲痛和悲伤 作为灵力极高的九头蛇润魔 向柳体内掀器与邪气并存 带来了神秘的诱惑 童年在斗兽长显现丧命的经历 让他看到了人心的狡诈 也塑造了他 性格坚强 占主导地位 无情 但遇到同样经历坎坷的小妖后 向柳冰冷孤独的外壳终于炸开 不受控制地露出柔软 细腻甚至火热的一面 但作为成容的军师 为了报答救命恩人红江 还清正义 向柳注定要站在小妖生命的另一边 所以他选择默默为自己所爱的人付出 准备好种植的 带着情人之毒开始小辈防风引导他畅游人间 并教小妖射箭让他自保 在确认自己有更好的命运后 依然独自走向注定的结局 向柳看似名人 不及的外在性格 与他面对小妖时表现出的养育 克制和隐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种反差不仅让观众欣赏到向柳默默付出 不求任何回报的神般奉献 他对爱有了更深的理解 同时也赋予了角色一种命运无法打破的破碎感和悲情美 向柳要想拥有这种令人难忘的人格面丽 除了剧情和人物设计所赋予的张力之外 演员对角色的递进式设计和演绎也非常关键 作为演员 想要准确 细腻的刻画人物 就必须深刻理解角色性格的内在原因和脉络 真正站在向柳的角度理解他所做的每一个选择 这种理解会渗透到每一个无法解释的场景中 微妙的细节 最终成为角色弧线的一部分 众所周知 冷在影视剧中是非常难处理的 一部留神 就会被大众批评为长着一张瘫痪脸 至于谭剑刺 大家都看到了 即使场景中没有激烈的情绪转换 好的演员也能通过微表情演一出不同层次的角色 以谭剑刺不断被称赞的眼镜游戏为例 他从那个冷漠地看世界的九头向柳 到了肆意不羁的方峰杯 只过了一秒 他的目光就转移了 明明是同一张脸 却又像是不同的人 向柳每次面对小妖 爱情都快要爆发 只能压抑念心地挣扎 这一切都在转瞬即逝的一瞥中显现出来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港台娱乐会 敬请关注哦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